500万英镑那得是多少人民币 那这笔钱纸醉金迷岂不美哉 谁知有一个怪人却拿了500万英镑 在拍卖场买下一个少女 并扬扬要这个少女成为她的妻子 而拍卖少女的人正是少女本能 这到底发生了什么 那我慢慢到来 女鸟智士是个孤儿 从小被各种亲戚收养 可因为她能够看见妖精而被亲戚同学们的掩护 因此智士一直活在孤独痛苦之中 15岁的智士也想找一个归宿 于是她把自己当作商品买到了拍卖行 结果在拍卖的一开始 魔法使艾利亚斯就拔气地用500万英镑买下了她 想收她为徒且作为未来的妻子 而在人类世界被当成怪胎的智士 在魔法世界却是超级有的存在 智士的特殊体质被称为野质爱子 她的身体可以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吸收魔力 可也会对身体造成负荷 吸收魔力过多会造成吐血 魔力不足会陷入昏睡 所以一般野质爱子都很短命 而艾利亚斯要做的实验 就是让智士偿命 打破这个诅咒的禁锢 当智士跟艾利亚斯回家后 艾利亚斯就很乐情地要把光她的衣服 然后帮她洗澡 她洗澡时 妖精艾瑞尔就十分严厚地跟智士打招呼 而妖精营之君是家里的侍女 艾利亚斯十分温度地让智士把自己当成家人 她的画当智士第一次有了归属感 夜晚 艾瑞尔想要偷偷带着智士回到妖精的国度 智士差点被艾瑞尔迷惑 但是她还是决定对艾利亚斯所说的家 有所期待 要抓破手 逼自己清醒过来 哪怕艾利亚斯是玩弄她也好 欺骗她也罢 可在此之前 她无论如何都不会逃离 艾利亚斯对她的表现很满意 接着从她之前离开的那一刻 她就跟了上来 现在出现就随意赶走了妖精们 回家路上 智士才知道艾利亚斯以后 还要娶自己的事情 唯一 这个词对她来说是多么遥不可及的事 之后智士睡了两天 梦见了妈妈说过那句 真不敢把你生下来 神本的心情在她清醒后 听到艾利亚斯说 她进行命运旅行 而似乎眼笑云散 艾利亚斯现在智士 见了魔法师安杰利卡 请她帮智士做魔法道具 安杰利卡给智士讲解了什么是魔法 艾利亚斯做魔法师 偶尔要帮教会点忙 最近神科赛门带来了三个任务给她 于是艾利亚斯边做事 变到了智士命运旅行 第一件事是去冰岛 查看龙潮学有异常 可刚到冰岛 智士就被龙潮学管理者 宁德尔抓索 但幸好宁德尔是艾利亚斯的家人 宁德尔的职责是把龙的世界 隐藏起来保护他们 在龙潮学里 有只巨大的龙叫奈文 已经是将死自身了 龙死后会变成岩石 大树 青苔之类回归大自然 所以龙对于死 没有任何的害怕 反而是安心 他们知道漫长的岁月 将有下一代继承 智士会想起以前痛苦又孤独的自己 那时的他很羡慕死人 奈文鼓励智士不要去羡慕无味的东西 如果没有他 艾利亚斯也找不到徒弟 所以智士也要精彩地活着 突然 智士身体的魔力流进了奈文的身体里 于是奈文恢复一丝魔力 用自己最后的生命带着智士 在梦里翱翔 他此生已无憾了 随后奈文又变成了高大的菩提素 他说智士可以从他身上取木头做手杖 奈文暗想离世的模样 但智士有些羡慕 明夜旅行的下一站是乌鲁塔的猫王国 猫王叫莫莉 他说很久以前有个杀猫狂人叫马修 后来初代猫王带领猫们 把马修撕咬成碎片 然后残留的误会被封印了起来 看守封印是历代猫王的使命 最近那误会想冲破封印 这会为害猫和人类 艾利亚斯想让智士进化那团残留物 可是智士哪里懂得进化方法 于是艾利亚斯温柔了让智士 只好想了美好的世界 就可以进化到误会 就在智士尝试要进化误会时 列德和爱丽丝 初见将智士控制住了 随后告诉了智士官 业织艾滋短命的真相 他们两人是寿命于不死不灭的魔术师 卡塔菲尔斯的命令 收集这团误会 智士并不在乎对方说的这些是真是假 他已经认定了自己是艾利亚斯的人 于是他挣脱了控制 艾利亚斯也打脱了他们 在智士记录马修的记忆之中 原来当初马修为了救生病的米娜 就向卡塔菲尔斯求要 结果卡塔菲尔斯的马修杀了很多的猫 然后做成了解药 其实卡塔菲尔斯只是把米娜当成了实验品 米娜喝下所谓的解药后 实验失败 变成了一态误会 马修也被苏丹猫王傻子 米娜和马修只是一对被欺骗的情侣 只是不想让他们消失 于是带领恶人找到而该走的路 让恶人落叶归根 蓝色花点上 米娜和马修重逢 好不容易找到而归宿 只是终于不想死了 艾利亚斯温柔的保证 不会当真是死掉的 艾利亚斯是非人类 非妖精 非精灵的半雕子 他一直以来都很想感受人类的情感 所以才买下了志士 想得细心照顾他 就有天能够感荣深受吧 志士听到认真的解释 感觉到了他的孩子气了 第一次主动抚摸艾利亚斯 之后志士因为魔力不足 整整昏睡了两周 还未清醒 艾利亚斯只好请来了 妖精女王和太太尼亚 和妖精王奥伯隆帮忙 奥伯隆给志士补充了很多的魔力 志士在缓缓苏性 好奇心爆棚的奥伯隆问志士和艾利亚斯 什么时候生孩子 志士当场害羞了很久 讨厌 贱贱的 志士更加依赖艾利亚斯了 想着要是十年前就被艾利亚斯买下 那该多好 那是艾利亚斯承诺 以后会在一起的日子不止十年 回去的日子 志士很认真的在学习魔法 教会给的第三个任务 是确认一下教会附近新出现的黑妖卷 是否会伤害人类 去的路上 艾利亚斯把拜托安杰蒂卡做好的戒指 给了志士 这戒指可以帮他控制魔力的吸收 等到了教会 偶然看见了一具死装很惨的尸体 所有志士单独走走 在墓地碰到了妖物 在妖物要吃掉志士时 一个男子尤里希出手相助 因为志士很像他那死去的主人 伊莎贝尔 尤里希本身就身受重伤 此刻更是直接倒地 不料艾利亚斯也来到墓地 想要带走尤里希 因为他要帮卡的菲尔斯 收集实验材料 幸好志士出手 命运的艾利亚斯 才保住了尤里希 伊莎贝尔是尤里希 从小看到大的小主人 伊莎贝尔死后 就一直守护在他的坟前 尤里希一直把自己当作 伊莎贝尔的哥哥 艰辛自己也是人类 尤里希的伤 以及教会那具尸体 都是齐美娜造成的 齐美娜是一种利用魔术 把多种动物融合 从而制造出的生物 艾利亚斯找到了知识 结果谁知艾利亚斯 竟请求艾利亚斯 帮忙解决掉卡达菲尔斯 因为不想舒服列德 受到气压 在艾利亚斯刚同意 卡达菲尔斯就带着齐美娜 直接重伤了指示 还一点无所谓的说 人类引出阿姨达吧 暴怒的艾利亚斯 立刻献出了原型 把齐美娜死成了碎片 尤里希抱着昏迷的志识 仿佛再次看到 伊莎贝尔的死都哭泣 志识从他的记忆里苏醒 然后抱住了暴怒的艾利亚斯 结果列德突然出现 勇强再次打死的卡达菲尔斯 志识并不害怕 艾利亚斯的原型 这让艾利亚斯安心了很多 可在没过多久 卡达菲尔斯又复活了 他的再生能力极快 卡达菲尔斯想要尤里希 但用伊莎贝尔的头颅 做了只蜘蛛怪 只是为了守护尤里希 分弄了他 变出了蜘蛛的天敌 戴蒙风想要反击 但是这个行为 是会违反自然法则 而不允许做的 于是艾利斯不顾反制地阻止了他 然后及其那么低的青活妖 暂时把大家转移了 青活妖告诉尤里希 他是黑妖犬的真相 尤里希这才变回了黑妖犬 他不想再孤独了 于是成为了知识的使魔 知识给他取名为露兹 使魔是以主人的魔力为食 从而成为其中仆 同生死的生物 然后露兹亲手杀了最大的蜘蛛怪后 青活妖带的伊莎贝尔的灵魂 鲁轮回 有趣的是卡达菲尔斯也突然罢售 他只是活了不知道多久 想随便找点试作的人而已 现在他感觉无聊了 没兴趣了 在教会回来以后 因为旧知识遭到反射了埃迪亚斯 变回了真身 两周不敢见知识 知识推奔俄陆陪了他一个晚上 第二天醒来 埃迪亚斯又不见了 知识就十分着急地去找 露兹看出了知识 已经爱上了埃迪亚斯 可知识完全内疑的埃迪亚斯 他对自己很自私 而不会太爱他 知识去了龙朝纳 了解到埃迪亚斯的曾经 很久很久以前 年幼的埃迪亚斯很迷茫地漂流世间 太饿 而晕倒在了林德尔面前 于是埃迪亚斯在林德尔的师父 拉哈布拉 有了名字 也有了家人 林德尔开始带了埃迪亚斯一起生活 一次 林德尔去村里为小孩治病 埃迪亚斯作为影子跟随 但是看了影子太过可怕 被小孩发现 而被村民称为魔鬼 被驱赶 生前埃迪亚斯常见杀害村民 埃迪亚斯还说自己以前一定吃过人 林德尔最后说埃迪亚斯的心智 其实还是孩童 通过龙朝的湖水 智慧看见了埃迪亚斯 那冷清的模样 让他心疼 智慧打算再次回去后 和埃迪亚斯敞开心扉 林德尔帮智慧做好了法证 拿到法证的那一刻 智慧进入了活人与死人的交界空间 在那见到了奈文 智慧向他倾诉的亲生 智慧感觉自己开始害怕 有天会被埃迪亚斯抛弃 智慧总是把自己扁的毫无价值 但是对内先拯救过他的人来说 遇见智慧也是幸运的 遇见奈文鼓励他 以后要遵从自己的想法活着 这种启发的智慧 决定立马回到埃迪亚斯身边 于是又发生变成了火凤凰 逛速回到埃迪亚斯的怀里 结果什么都没有说出口 就昏水了过去 智慧做了个好梦 醒来的他很清醒自己在这个温暖的家里 而他和埃迪亚斯的故事还没有结束 伦伦和怪物之间 究竟能不能诞生出爱 片名《薄发式的新娘》 这部作品的世界观显然很受观众喜欢 西方的奇幻世界观 假日是治愈剧情的楼河造就了这部作品的成功 你是否也有想过对一个女孩全身心地照顾 你是否也有想过 有一个男人可以全身心地照顾自己 这种剧情的男生都会很难抗拒 心中的一个少女心不自然地出现 除了男主女主之间的感情 有一个直线少年没有提到 那就是一位角色名叫贾兰德 他和戏学贵有过一人之缘 因为人类是看不见妖精的 可仅仅只是一个神奇的对视 为了两人一见钟情 我知道很扯 但是戏学贵最后被留在了贾兰德身边 于是陪伴 现实中这种一眼之缘诞生出的 一见钟情的情况 我想也会存在 毕竟不管是动画还是电影 其实都是现实中最后的写照 可能很多都是我们幻想出来的小段 但我却总相信 他一定会在两条不同的时空出现 有点中恶了 但我还是前行独自 我是少年 一位迷恋又可爱的97年男孩 如果你喜欢我的解说 请点关注 能不能给我视频点赞 评论一下 这对我真的很重要 拜托拜托 请不吝点赞